海面上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 男孩突然伸手指向前方 可同伴看向海面 却发现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 这时男孩告诉同伴 只有通过他手中木板上的破洞 才能看到海上的东西 同伴胖虎有些不信 拿过木板就直接怼在了脸上 结果下一秒 谁知一旁的大叔却生气了 嚷嚷着两个娃娃太吵了 但两人并没有理他 反而开始讨论海面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雄认为那是鲸鱼 胖虎却说是栋奇怪的建筑 可眼看到怪物竟然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两人连忙扔掉了木板转身就跑 剩下了一脸懵逼的大叔在风中凌乱 大叔好奇地捡起木板 然后便透过破洞看向前方 没想到海面上果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小岛 他疑惑地放下木板 那小岛又立马消失不见 大叔有点懵了 他再次拿起木板 突然就看到那小岛正飞快地向他靠近 并且一张巨大的嘴巴开始若隐若现 这下大叔彻底傻了 紧接着怪物突然张开了大嘴 一口仙气就直接掀飞了大叔的绿帽子 然而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更加恐怖的一幕 只见怪物嘴里突然伸出了无数只人脚 人脚组成了怪物的牙齿 而那怪物的眼睛 竟然是由一左一右的两张人脸组成 随后怪物就满脸嘲讽地游向岸边 这是画面一转 平静的海面上依旧空无一物 但下一秒 一群海鸥似乎撞到了什么 全部纷纷坠落海中 而大叔也在转眼间消失不见 神秘的怪物固然可怕 然而接下来这对夫妇捡到的东西 绝对可以让你瞅目结舌